大家好,今天要介紹這款遊戲叫荒神啊 不是恐慌的荒啊 就是簡單的說,我們就是一個影子殺手啊 我們是被 某一個人召喚出來的 影子殺手啊,是用來復仇的啊 只要你躲在陰影底下,你的後面那個斗篷有沒有,有個符紋就在增加了 那個就是你的影之力,你每次消耗一些忍術啊,就是要消耗那個東西,我們就把他講,簡稱成 法力或魔力好不好 這樣比較好講,MP好不好 好,簡單的說,跟一般遊戲一樣啊,就是刺殺子,差在他可以瞬移 但必須要在陰影底下才可以瞬移啊 然後你按F1,他這邊有一些新的技能喔 你在那個地圖上都可以撿到那個技能書,所以基本上你是需要去探索的 然後有些技能真的還蠻實用的喔 那這邊先不做介紹 只先跟大家講F1就是 按除技能難,因為我剛剛一開始都不知道 技能要在哪邊點 像這一種 我把最主要的點出來啊,就是 收屍體 這招不用的話,屍體下來就被發現了 基本上這個東西就必點了 當然這個遊戲有他的評價 所以你不要被發現的話,評價會比較高 但我覺得評價基本上不能幹嘛啦 盡量先找落單的下手 我現在那個人就準備要去幹掉他 沒錯 你也可以自己製造影子 有沒有就像這樣 所以我才說 你必須要有足夠的影子力啊 因為製造影子 需要靠那個法力的喔 你法力不足的話,沒辦法製造影子瞬移 當然你被發現的話,評分會下降啦 所以盡量可以暗殺就暗殺吧 如果你是追求完美的人的話 你在暗影跟蹲下 這期間就比較不容易被敵人發現了 簡單的說就淺行嘛 聲音越小越好 我點一個技能說我瞬移過去可以立刻擊殺對方 但我覺得點用也沒有啊 還不是一樣要我自己按 像這種黃色的地段就是很亮的地方那一種就消耗你的 暗影之力 你看像這種會巡邏兵 如果你不收視的話一下子就被發現了 好,先跟你講喔,摔進河裡就直接死了喔 不是我不想要下去玩水喔 跳下去就掛了 不要不要叫我去嘗試啦 我剛剛就這樣掛啦 算了,我們要走樓梯好了 比較安全 當然你覺得走太慢也是可以用這個來代步啊 只差在你要在 陰暗處恢復 恢復法律 然後你沒在陰暗處的時候敵人遠處就可以看到你了 然後他可以調整視角 然後他可以調整視角 看到他在哪裡 在哪裡 欸?不能收視是怎樣 靠瞎瞎瞎瞎瞎 被發現了 我被秒殺了 Shit 直接報仇啊 王八蛋 這幽靈是這樣 你看 你的法力越多 基本上你連殺這樣 很方便吧 所以這一次我決定從另外一邊突襲啊 確認那邊沒有人就可以把它幹掉了 唉唷 What? 怎麼了? 為什麼我會被發現? 屍體被發現了嗎? 我剛不是都有收屍嗎? 好啦 算了算了 直接把他們幹光好了 雖然不知道我哪裡被發現了 屍體被發現了? 莫名其妙啊 難不成他們有裝監視器之類的東西嗎? 會不會太扯了? 屍體被發現了嗎 我要把東西在我之後 甚麼 我怕你不想再拿的時候 說不太狠 有點像說不太 DR. 又要拆盡了 好 今天早上 优优独播剧场—— 司徒 司徒 词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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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要把他引走啊,不然根本就没办法全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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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